今日,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多个行业造成影响 6月22号,记者从一位北京餐饮企业负责人处获悉 疫情对北京地区的餐饮行业带来较大冲击 这次的疫情来得我们觉得十分的突然 在6月6号,北京市疫情防控等级解禁以后 随着北京市销售件的推出,对我们餐饮行业来讲是一个利好 那么在解禁以后,我们各店的糖石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0% 那么随着这次疫情的再次爆发,我们各店的经营基本降到了一个冰点 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各店的经营流水应该是下滑了三分之二以上 据悉,截至6月19号,该企业也完成全体员工的核酸检测 并严格执行北京地区的防疫性要求 第一点是要求集团所有的员工在三天之内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做到辞证上岗 接着到目前为止,集团1500多名员工已经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且检测结果呈阴性 第二,要求各门店严格执行北京餐饮服务4.0版本 第三是严格执行我们的消差工作 目前各门店已经全面完成消差工作 6月22号,记者在探访餐饮门店时看到 餐馆门口设置了疫情防护台 来电就餐的顾客需佩戴口罩 经测温、出示健康码、信息登记、全身消毒后 经由工作人员引导到指定位置就坐 据悉,疫情期间,餐馆中还推出唐食减半携带、供勺、供快等防疫措施 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是四人台 平时是坐四位的,现在最多坐两位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这个餐具 看见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平时是一套餐具,现在我们是摆了两套 这一套就是我们提倡的供杀供快 你看每一个桌子上都放了一个牌子 文明用餐公约 就是要提倡顾客使用供杀供快 据介绍,为避免人员交叉感染 该餐厅还配备机器人传菜员 并设置了外卖取餐台 全程实施无接触式配送传菜 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器人传菜员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在唐食的顾客用餐 及我们这个外卖配送环节方面 都有我们机器人来完成这个代替 这个是我们的外卖取餐台 就是我们所有的外卖呢 由这个机器人传菜传到这个位置 最后呢,骑手从这儿给取给客人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 所有的骑士不允许入店 一律在这个等位区等候我们的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